字幕君提供 欢迎收看YouTube MeTo 110耀贼 我们过去一点好了 110耀怎样 我是张则伟 哈啰我是四位 既然我们在东区 等一下我们要去逛一下东区的潮流店 那你平常穿搭是怎么样子 因为我们有时候去试镜什么都穿得比较简单 有时候私下穿搭 好像也就養成 比較簡單 或是簡單 裡面可能有一兩個比較重點的設計 我們今天的服裝會是比較潮流通格的服裝 等一下就會看到 那如果也會想要幫哲偉打到什麼樣子 我們要幫你選他一下 真的假的 你可以嗎 我覺得男生好難喔 昨天就是我看到那個瑞稿的時候 我想說 可以接假髮嗎 可以抓一點就是隨性的線條 也許前面帶一點小卷 就很隨性的波浪 亞洲人的髮型如果要做那樣 尤其又像這麼短 基本上做起來會很好笑 通常外國人頭髮很卷嘛 又有一點長度 所以他們頭髮又很細 比較好做造型 對 所以他們的其實 他其實有些時候是根本沒有造型 頭髮這麼直的髮型來看的話 其實是很難做到 那如果他要隨性的抓起來的話 他是只能保持直線 還是他可以透過抓的方向 有一點隨性的 有一部分是放下來 可是有一部分像是撥上去的感覺 可以 做完這髮型其實我蠻喜歡的耶 我覺得非常適合你 因為比平常還多一點線條 對 你還是一樣的鮮 真的嗎 謝謝 我們現在來到那個 Royal Elastic 去看一下 好 你知道這家Royal Elastic是 東區的新門市嗎 他燈光跟裡面的設計感覺 氛圍很棒 整個陳列看起來非常有 早上只有精品感 對 先去看看 大家好 我們這邊 我是那個Royal Elastic的 那個品牌總監 那我叫Ken 那這是我們台北第一間 屬於品牌形象的門市 我們這邊的鞋型 因為真的不同族群做一些設計 那除了有反部鞋之外 那也有簡約風格 精品風格的設計 那還有這屬於我們這邊比較 colorful的 就比較年輕一點氣息的 對 那還有我們品牌主要一個精神就是 我們就是 潘地帶的精神 一樣我們衣服 現在也都走比較簡約的風格 從去年開始的 我們出了一個新的手錶的系列 我有偷瞄到我另外一邊 就是我們身後這一風格 我覺得非常有效果感 設計師剛剛好也在現場 沒錯 我們來歡迎 大毛老師 很高興今天又在台北跟大家見面 哈囉 其實我們從2020年開始在做 永續時尚 Upcycle這個系列 那希望說 給予消費者和市場 它有一個第二個 一個價值感 那所以我們這一次 在2022系列 我們特別就是找 動物的紋入 利用不同的技法 或不論是數位印花 或是貼模 或是手工拼音布 讓大家去對於製品的 想像的可能性 還有價值 有個再次的提升 在新冠疫情下面 我們其實每個人都像動物一樣 被關在家裡 哪裡都去不了 那所以我希望我們這個系列 可以給所有的人一些 對未來2022年的一些期許 那也希望大家穿上去之後 可以跑跟斑馬洋塊 哇 我們今天 老師一個挑戰 幫我們改造一下 運用你設計的單品 來幫我們做一些改造 好 那我想問一下你們兩個 比方說來東區啊 你們通常第一件事情 你們會想要穿什麼樣的衣服 因為其實我自己好像私下都是 比較簡單的衣服 但是也會覺得說好像想要有點變化 那我今天可能會針對你們平常的大穿衣風格 那我們會去做一個 搭配我們的衣服的一個 做一個Style 那也會試大家看看這個鞋子的感覺 經過改造過後了嗎 大寶老師幫我們改造 我們順便講一下這次我覺得 就是它非常 拼接的感覺 不對稱的感覺 像你身上這件外套也看得出它的拼接 因為它有不對稱的設計 我覺得很特別 因為像我如果 這麼大口 這邊是大的袖孔 然後這是小的 我覺得就有一種小小的巧思 可以藏在我們自己的衣服裡面 我覺得非常適合我們這種人 就是喜歡這種極簡風格 但是又有點小巧思 可以帶出它衣服的特性出來 你可以有一個是身體重心好像是往前 可是有一個好像是靠手的力量撐住 然後好像是力量依靠在這裡 兩個都可以試試看 我前面掉出來的感覺 OK喔 然後1 2 3 再說1 2 3 2 2 1 我覺得可以 非常可以 水尾你剛剛拍的真的是太厲害了 你是什麼環境都可以找出 你適合你的角度跟姿勢 尤其是剛剛就是 在我們身後的那個冷氣機嘛 冷氣機你怎麼在夾縫中九層 你剛剛把手張開 就在裡面張羅 你就是主角的那種感覺 到底要怎麼樣給我們一些意見 我們今天拍都是在街頭 然後街頭其實 我會找兩個方向 一個就是比較隨性的 隨性的話 可能就是乾淨的Pose 然後就是用可能一些簡單的眼神 或是情緒去帶 因為像剛剛後面 我覺得像冷氣機已經 它背景很豐富的話 我就可以跟 可能旁邊有支點做一些互動 或是可能想像像那個畫面 在什麼樣的攝影師 什麼樣的角度拍過來 會比較有趣 那除了像這一個比較 空間比較局限 那如果比較大範圍 比較廣的那些照片 要怎麼樣把自己 如果假設只有160拍到180的那種感覺 小秘訣 本來你有了吧 所以沒辦法 視覺上可能就是我有時候會偷偷的 把一隻腳往前挪 我有發現 像是這樣子對不對 這樣子往前擺對不對 有時候有一個延伸感 它看起來會比較修長 你也不一定要真的很死板 就是這樣打壓 所以你可能靠膝蓋稍微往前推 我覺得秘訣在身體的重心是不是 然後一些角度來支撐 讓你整個線條加分很多 嗯 我們學這麼多東西 有時候還有問題 就是關於Post啊 或是什麼樣子 要去哪裡才可以請教你 我之前有錄一系列的線上課程 因為有時候我們拍照 會有很多很多的小技巧 對 然後我有全部就是 把比較大方向 整理在那一個線上課程上面 然後那個線上課程 現在在Brace Clay可以看到 其實我發現哲瑋你私底下 也是有非常多很好看的照片 有沒有在哪裡可以看到 可以分享 我算是比較極簡 因為我是喜歡攝影 所以我就會比較多一些個人的創作 那在我的社群平台 像是IG這些 或是Facebook都可以看得到 那除此之外 我還有在拍一些YouTube的影片 那那個就是比較不一樣的風格 除了健身運動啊 我還有教一些關於保養的知識 那經過一整天的訓練 我們非常謝謝 Royal Elastic還有大馬老師 為我們大改造的部分 還有鞋子 特別帶到一下 拼色的部分 我們兩個也有隊哦 超好看的 這是我們以上的單元 YouTube的單元 要進入複賽的傷害者們 大家要加油啦 那你有給模特兒組有什麼建議嗎 我覺得模特兒組的話 可能剛開始都會有點緊張 所以我覺得你站上台的時候 就是要相信自己 對 準備好 然後相信自己好好表現就可以了 像我一開始做模特兒的時候 我真的會覺得 我自己會不會走得不好 或是有人在看 我就會覺得不自信 有一點點小小的心跳加速 對對對 但是好像就是告訴我我可以 我是我很好看 就是我現在就是有自信的樣子 對對對 那我覺得 演藝組跟少男少女的話 一樣是有自信 那就是要做自己喜歡的東西 不管你的東西是不是大眾可以接受的 你就是你自己 就是獨一無二的你 所以如果要接觸 演藝還有花樣少男少女的話 你就要做自己 然後非常有自信 以上是我們的單元 喜歡的話 記得 按讚、訂閱、分享 突然騙我 是不是突然沒聽到 好 那謝謝大家收看 大家拜拜 拜拜 拜拜 師傅OK嗎 得了一下 你今天造型總監喔 他說不滿意 就很快 自己做 自己做 自己做到兩次 很棒嗎 可以 他沒看到這邊 哈哈哈